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哈喽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新系主人的哈士奇 阿诚和小珍是非常有爱心的年轻人 他们只要看到路上有饥寒交迫的流浪猫 流浪狗 就会每天带食物给他们吃 别急 别急 食物还有很多 对呀 明天我们还会再带来的 请问 你们在做什么呢 阿姨 我们正在喂食这些流浪猫 流浪狗呢 他们很多都是被主人丢弃的 有的时候都吃不饱 所以我们就想尽自己的能力给他们送一些食物来 哇 你们真的了不起 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爱心 这没什么 我们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而已 对呀 看到这些流浪猫 流浪狗 开心的吃饭 我们看了 心里也很高兴呢 嗯 我也是个喜欢动物的人 非常能理解你们的心情 对了 前面不远处有一家宠物店 那是我开的 如果你们发现有生病的流浪动物 就送到我那里吧 我会免费为他们医治的 真的吗 那我们先在这里跟阿姨说声谢谢了 对呀 阿姨 真的非常谢谢您 这一天 阿诚和小珍又来桥下喂食流浪猫 流浪狗 但他们一走来却发现 在桥下聚集了一些人 咦 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里怎么围了一些人 是啊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咦 是一只哈士奇 他是怎么了 不知道 他看起来情况很不好 不知道是生病了 还是吃到了什么东西 是啊 也不知道他的主人跑到哪里去了 我想有可能是他自己跑出来 然后迷路的 嗯 他的主人现在一定也很着急地在找他吧 可怜的狗狗 你是不是口渴了 我这里有水 哎呀 你们看 他这是怎么了 这只哈士奇的状况非常不好 他应该是生病了 要赶快送他去动物医院才行 可是他的主人还没来呢 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们先带他去治疗 然后再找他的主人吧 是啊 再吞下去的话 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的 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这时的小镇突然想起 那位在附近开宠物店的阿姨 于是就跟阿诚和大家一起 把哈士奇带去了宠物店救治 阿姨 他是怎么样了 血液化验的结果显示他中毒了 啊 中毒 怎么会这样啊 我想他应该是误食了老鼠药 或是别的有毒物质吧 那怎么办呀 阿姨 他不会有事吧 我先帮他打一针解毒剂吧 希望能对他的症状有所缓解 放心 你不会有事的 打完针你就会好起来的 这只哈士奇打了解毒剂后 看起来精神好了许多 不过他一有了体力 就想站起来走出宠物店 你现在还不能走 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现在你需要留在这里观察几天 我不知道解毒剂是不是真的能完全解掉你体内的毒 他为什么这么想要离开呢 是啊 他现在的状况根本没办法好好地走路 我想他一定是想出去找他的主人吧 阿姨 那麻烦您这几天照顾他 我们去帮他找主人 嗯 你有没有听到他们会帮你找到主人的 你现在就乖乖地留在这里好吗 就这样 阿诚和小珍请自己的同学们帮忙 拿着哈士奇的照片到处寻找他的主人 然而一天过去了 他们却毫无收获 怎么样 有找到吗 我们找了整整一天了 就是没有找到 阿姨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打了解毒剂后是不是有比较好 唉 情况很不乐观 解毒剂似乎没有起太大的作用 他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地吃喝 我正给他打点滴呢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他中毒的时间太长了 现在只能靠打点滴来维持生命了 可怜的狗狗 他一直在等他的主人来 从你们离开后 他就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只要有人走进来 他就会用尽力气地站起来 但发现不是他的主人 又马上无力地躺下 他是真的很想念他的主人呢 我能够感觉到 他对主人那份深深的感情 狗狗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主人的 第二天 阿诚和小珍再一次和同学们 到街上寻找哈士奇的主人 然而哈士奇的状况越来越糟 天啊 他开始大雪变了 这下不好了 狗狗 你感觉怎么样 怎么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呢 你要加油啊 怎么样 还是没找到吗 没有 不过我们已经透过网路开始寻找了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张贴了启示 我想很快就能找到他的主人了 狗狗 你听到没有 狗狗 你听到没有 就快要找到你主人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看他一直在强撑着身体的不适 看得我好心疼 阿姨 他现在的状况还好吗 非常不好 他刚刚大了雪变 我想他撑不了多久了 两天后 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的哈士奇 已经呈现奄奄一息的状态 但是他的眼睛却一直看着宠物店的门口 非常期待着主人的出现 阿姨 我们找到他的主人了 哈仔 我的哈仔 我终于找到你了 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 在即将面临生命的尽头 也想要在和尚眼睛的前一刻 看见自己最重要的亲人 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直到生命圆满 不旋路遥远 只为看恩人 在巴西里约热内鲁旁的小岛 住着一位叫雅道夫的老人 每一天他都会到海边散步看海 你们快过来看啊 这里有小螃蟹 真的耶 我们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小螃蟹 不要跑 我抓到他了 孩子 放了他吧 亚道夫爷爷 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他 为什么要放掉呢 这只小螃蟹跟你们一样 还是个小孩 你们要是把他抓走了 他的父母会有多担心呢 亚道夫爷爷 螃蟹也会担心难过吗 当然啊 所有的动物都跟我们人类一样 都是有亲情 友情感情的 嗯 亚道夫爷爷 就听你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放回大海 哈哈哈哈 你们看 他能回家有多高兴啊 对啊 好心的亚道夫 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各种动物 这些小动物在他眼里 就像自己的孩子 有一天 他突然在礁石上 发现了一只全身沾满石油的企鹅 咦 礁石上是什么东西 天呐 可怜的小企鹅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小企鹅 你要去哪里啊 你现在全身都是石油呢 看来又是外露的石油 把你弄成这个样子 小企鹅 你别害怕 我会帮你清除掉身上的石油 等你变得干净了 我就会送你回大海的 亚道夫 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只可怜的小企鹅 它身上沾满了石油 我想帮它清理 看来它又是石油外露的受害者 唉 每年因为石油外露 不知道有多少生物因此而丧命啊 是啊 这些石油把动物的皮肤厚厚的包起来 害得它们 无法正常生活 因而死掉 有一些海鸟 也因为石油粘粘在羽毛上 而无法飞行 掉入海里淹死呢 就是啊 大量的鱼类也因此而丧命 还会影响动物的繁殖 那些外露的石油 真的对环境和动物们的破坏实在太大了 嗯 这只小企鹅如果没有被我发现 它很可能就会死在海滩上了 亚道夫 那你打算怎么帮它呀 我会先把它身上的石油清洗掉 看它的样子 并没有外伤 我想 只要慢慢清理掉它羽毛上的石油 它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可是要清理羽毛上的石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嗯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它的 就这样 亚道夫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 终于把这只小企鹅 羽毛上的石油清理干净 之后 它精心喂养着这只小企鹅 并帮它取名叫迪西 亚道夫爷爷 这就是您救回来的那只小企鹅吗 嗯 是啊 我还帮它取了个名字 叫迪西 哇 亚道夫爷爷 你好厉害哦 居然养一只企鹅当宠物耶 啊不 迪西它不是我的宠物 它属于大海 今天我把它带来海边 就是想放它回到大海 放回大海 哎 亚道夫爷爷 你照顾它那么久 怎么舍得把它放走呢 对呀 亚道夫爷爷 难道你是怕迪西的父母担心它呀 是啊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迪西它是一只企鹅 它的家在大海 虽然我很舍不得 但是为了它的幸福 我必须把它送回家才行 去吧 迪西 你该回家了 要是你以后想念我 可以回来这里看看我哦 哈 哈 哈 亚道夫爷爷 您说迪西它以后还会回来吗 我想不会的 因为企鹅生活的地方 离我们这里很远 它怎么可能有那么远回来这里呢 这么说 我们以后再也看不到迪西了 嗯 是的 但我会很想念它的 我想它也会想念我的 只要它能快乐的生活着就好了 小企鹅迪西离开后 亚道夫经常想起这只可爱的小家伙 它一直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迪西了 却在几个月后 迪西居然游回到这片海滩 亚道夫爷爷 您在想迪西吗 是啊 迪西它离开我 有好几个月了 不知道这段时间 它过得怎么样了呢 亚道夫爷爷 你放心啦 迪西它那么聪明 一定是很幸福地生活着 嗯 我想也是 不过这辈子 我想我应该再也没机会看到它了吧 咦 那是什么 亚道夫爷爷 是一只企鹅 一定是迪西 它回来了 它回来了 啊 迪西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 啊 迪西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啊 迪西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太好了 迪西真的又回来了 迪西 你想跟我回家吗 回我们的家 好 好 走 走 走 我们回家去 是 于是 于是 在巴西的小岛上 出现了一位老人 和一只小企鹅的组合 它们几乎是不可分离的 迪西 迪西 会靠在亚道夫的膝盖上 让它帮自己洗澡 吃它喂的食物 可爱的小迪西又回来了 亚道夫 我想 迪西 一定是把你当成了它的家人了 我说过 任何动物都和我们人类一样 有亲情 友情和感情的 我很爱迪西 相信它对我也是一样 嗯 哎呀 它不让我摸呀 哈哈 当然呐 除了亚道夫 迪西是不会让任何人碰它的 哈哈哈哈 或许是因为我是它的朋友吧 每当到了繁殖的季节 迪西便会离开亚道夫 游回它的气息地 之后 它又会游回来 找亚道夫先生 迪西 有了那么远 很累吧 我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食物 还有装满冰块的冰桶 要给你洗澡 走 我们回家去 尽管每年的繁殖季节 迪西会离开 但是其余的时间 它都会和亚道夫先生在一起 成为了巴西这个小岛上 最有名的组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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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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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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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